希望能夺得自己父亲的赞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息 在唐朝时期 人们为了信仰佛教 推崇佛教 那因为一般老百姓 最早在佛教 当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 只有一些达官贵人 才可以享受一个待遇 就是我可以礼佛 我可以拜佛 一些穷乎百姓呢 第一没有条件 第二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继续礼佛怎么办 所以当时的人分为三种 有钱有钱的 那我就出资 开凿洞窟 然后一起求 我死后可以前往西方几个世界 有钱没权呢怎么办 我就开始加在一些道路啊 修修旁边的一些边角啊 因为我没有权嘛 我就修一些这些来做功德 以此呢 也想要死后前往西方几个世界 还有第三种人 既没钱又没权 什么都没有怎么办 口学阿弥陀佛 那希望这样以后呢 死后也可以前往几个世界 那这个礼态呢 就属于既有钱又有权 所以呢 他就决定开凿洞窟 但是他当时没有很好的选择 就觉得周边的洞窟已经开凿得差不多 因为已经到了唐朝中期 罗门时乎整个跨度从北魏时期到唐朝 那中间随朝的时刻非常少 只占10%啊 其他的唐朝时期占60% 北魏时期占30% 剩下的就10%就是随朝的 那当时呢 已经没有什么合适的洞窟进行选择 那他呢 就把北魏原有的一些造像啊 一些洞窟给磨掉 换成了他的唐朝时期的 那这个伊雀佛堪之碑呢 最早这块碑是什么呢 是冰阳三洞的宗窟碑 那李太呢 把原有的文字磨掉 刻上了这个伊雀佛堪之碑 主要赞助他的母亲啊 长孙皇后 那磨了这个碑 当时呢 由楚隋梁传 然后楚隋梁和秦本两个人所 传出的这个伊雀佛堪之碑 被称为龙门二世品之一 于首作啊 一个佳作 我们现在看到呢 是他的一个踏翼威 高三米多 宽约两米多啊 一个踏翼 一米九翼 它应该大约一米九翼 这个是踏翼 圆满在哪里 在后面 是为了保护 因为我们荣誉石窟 济林河边 风化过得比较严重 有一些石窟造像毁坏 就是因为风化作用 最早这些洞窟啊 这些造像是有原色的 但是经过1700年的洗礼 所以现在只是打算 有原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